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在美国读哪些专业和学位有利于工作签证和绿卡批准 我们经常遇到有一些孩子留学美国或者家长或者其他申请人询问这方面的问题 我自己也有孩子在上中学上大学 有的一个也在考虑这些方面,比如说选择专业和就业 另一方面也在考虑以后的发展,然后我们看到周围 比如说朋友、同学、他们的孩子在职场发展的情况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提出这些建议 我自己原来是学化学专业的基础科学 若干年前很多人都是像这样的 但是大家知道所谓生化还财专业,在中国找工作不容易 但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 有人说现在情况有变化了 重视基础科学了 对吧,要自主自力更生而发展 比如中国可能有区别 美国也要有讲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 重新领先 马嘎,像这样的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别的开齿 就是说学基础科学 很多时候你读本科或者硕士是不够的 如果要在职场有更多的发展 需要一直读到博士 做博士后,需要的时间很长 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 当然人各有志 但是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那么从统计上来说 在美国比如说办H1B工作签证 以及办职业移民绿卡 这些还是计算机、商科以及统计等等 IT类这些比较多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对于雇主来说 他要支持来自美国以外的员工 包括留学生 要办工作签证、办绿卡 很多时候他需要花时间 金钱方面的花费 然后也要费力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当然有的雇主就选择 就不一定愿意这样做 哪些雇主最有可能这样做呢 就是新技术 尤其是IT这些方面 找不到足够数量的美国工人来做 或者说因为工资水平比较高 有的雇主从成本等等角度 这些方面 人力资源供应这些角度 他需要雇佣来自美国以外的工作人员 那对于一般人来说 我们至少看到大家就要用脚投票 数字上来说 读IT相关的专业 可能找工作会容易一些 但是什么事情有两面 对吧 做这样的人多了 尤其是印度人可能比中国人更多 相应的 H1B抽签有时候不容易 对吧那绿卡排期 有的人看到也有可能比以前更长 或者至少需求比以前更多 怎么样能够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呢 或者说的直白一些 怎么样我又既容易找到一个高薪工作 或者增加这方面的机会 另一方面又能够比较顺利的办绿卡呢 那根据我们看到的情况 那现在呢你可以考虑 比如说在热门的领域 像计算机这样领域呢 那要么呢你读博士 要么呢可以读硕士 像这样 那道理很简单是吧 现在有这个人工智能 AI Chat GPT像这些 我们看到呢 自动编程也越来越多 对于entry level入门的级别的人 程序员工作呀IT工作 有的时候呢 一方面比原来简单容易办 但另一方面因为门槛降低 Job security受到更多的影响 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像我这样的年龄 或者年龄更大 可能就无所谓了 那就等到退休就可以了 对吧 那如果你现在二十多岁 三十岁 对吧 那就可能会考虑到 还要有若干年的职场生涯 对吧 那从这些方面来说呢 那你要考虑到 要有一个continual progress 对吧 很多人讲到IT专业呢 当然有这样那样的优点 但是也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 那你反正也要这样的学习呢 那你不如用来取得你的工作签证和绿卡 那像前面讲到呢 如果说你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 有一定的研究经历 有一些文章发表 包括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 有被引用的记录 那么就有可能能够自主办理EB1或者NIW绿卡 那么这个优点在哪里呢 第一呢 你就不需要雇主的支持 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第二换工作也可以不受影响 那大家讲到不是要排期好长 怎么办啊 那你换工作 中间可以不受影响 然后呢 我的140批准H1B也可以拿更长的时间 除此以外呢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除了H1B还可以办O1 对吧 那这样呢 就有更多的选择 所以有一点我们需要强调 对吧 你讲这个叫大人时代变了 形式变化 过去呢 很多人的目标说 哎呀 我一定要上排名高的学校 对吧 你原来有一个笑话 有的说是参观实验室 说我们实验室很有名 你这实验室世界排名第几 出门看到实验室外面海滩 这个海滩很好 你这个海滩世界排名第几 那这个有的呢 一些中国人吧 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呢 好多他这个对于排名有过分的执着 那你这个排名除了自娱自乐 当然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呢 那你要考虑一个权重 对吧 任何事情有一个投入产出比 据我所知 也据大家很多人提到 比如IT领域 你这个学校的出身 相对并不是那么重要 主要看个人 你做过什么项目 你是否能够胜任 这样的工作等等 那当然这个也给大家带来很多机会 英雄不问出处 对吧 那所以同样呢 你在考虑留学 在考虑申请学校 发展这些方面的时候呢 除了学校的排名 你更多呢 你还需要考虑 学校的地理位置 我读这个专业 是否有利于 我取得这个比较满意的工作 以及办理绿卡和这个工作签证 当然了这个事情也可以分开 对吧 你也可以读一个有利于办绿卡和工作签证的专业 同时更多的准备 找到高薪工作的技能 然后呢 可以积累就是读这个popular专业的这些课程啊 这个技术啊 经验 总之呢 机会还是很多的 那现在呢 大家很多人意识到说 这个现在在美国办工作签证 办绿卡比以前要难了 为什么呢 主要像我们讲到一个僧多周少 一个需求和这个供给这方面的一个反差的问题 绝对数量并没有变化 而且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吧 随着呢 在美国的外国移民数量增加 应该说机会还是都在不断的这个扩展的 那据我们了解 现在比如说全美国应该是美国公民里面呢 就有14%左右是出生在美国境外的 那这个数字还是很高的 这要再算上 比如说拿旅卡的人 拿各种签证的人 没看到总体来说呢 美国还是一个比较包容的移民社会 但是呢 任何社会有自己的这一套规则 你需要更多的了解 然后相应呢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 好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